触立于广州市新中轴线上的广州新电视塔,将会是广州市标志性建筑。 新电视塔总高度达610米,是由一座高达454米的主塔和一个高156米的天线桅杆所构成。 本短片所显示的施工方案,目的在于证明塔体施工的可行性和更了解塔体施工的技术要求和难点。 正负0.00楼层以下部分的混凝土结构会先行施工,并会将标高约正7.0的广场作为主塔的施工平台。 椭圆形的钢筋混凝土核心筒,建议采用结合爬膜和跳膜的模板系统进行内桶施工。 内桶每次提升的标准高度假定为5.2米,估计内桶的典型施工周期约为一星期。 在施工初期,建议采用五台塔吊进行主塔施工,其中一台塔吊可沿核心筒外侧爬升。 而其余四台塔吊则设置在外桶外围。 钢结构组件会在加工厂制作,然后利用泊船经珠浆或用货车从陆路运制工地。 组件会先运到工地的临时工作间进行焊接拼装、修补、检查等工作,以及在吊装前在地面进行组件预拼装。 钢结构的施工顺序为 1. 安装外桶钢管混凝土柱的柱角。 2. 按顺序将竹环吊装柱及还梁组件当柱及还梁吊装后,再吊装协称。 3. 安装楼面主自粮。 4. 在没有功能区的范围,安装临时支撑。 5. 继续上部钢结构安装。 拆除下部的临时支撑体系及在上部重用。 钢结构组件基本分为柱子段,包括一段长度为8-12米柱子,以及斜称和环的短直接头。 斜称8-12米长,环3-6米长。 柱子段的最大重量需控制在约25-30吨,以配合塔吊能力。 外围的四台塔吊将会以高度设置与钢结构外桶相连的临时支撑。 临时支撑的间距为30-40米,长度应控制在20米内。 施工平台建议,初步构想。 用作柱子和环的安装的施工平台系统,需要设有高、中和低三个平台。 高平台主要给人员进行低位的构建焊接工作。 中层和低平台除了给人员进行高位焊接工作外, 应用于拆除下部以焊接组件的临时接口板打磨焊缝, 为构建缺陷点进行防腐、防火修复工作。 钢结构吊桩制约160米高度。 两台塔吊由于与外桶距离太大, 即考虑到施工循环工作已进入成熟阶段。 因此,可以先拆卸此两台塔吊。 在塔体下部结构施工时,考虑到底部钢管柱的自重较大, 建议将钢管柱、斜称与环梁分拆。 在塔体腰部结构施工时,考虑到柱之间距离较近, 斜称与柱之间的夹角较小, 可考虑斜称、环梁与柱焊结后统一吊桩。 在塔体上部结构施工时, 其分拆形式基本同塔体下部。 混凝土浇灌方法 建议混凝土先从地面泵送至所需高度, 然后采用橡皮泵机, 把混凝土从内桶的管道直接泵送到柱子内。 这是由于外桶每根柱与内桶的距离沿高度, 甚至在同一标高亦不一样。 塔体施工继续 每当完成一个楼层的施工后, 下部的临时支撑便可拆除。 拆除的临时支撑构建, 经过修正长度后便可重复使用。 当塔体施工至第三个功能楼层区域时, 可以开始进行第一个功能楼层区域的玻璃木枪施工。 塔顶天线转换横架安装。 完成钢结构外桶和核心桶施工后, 下一步是进行天线转换横架的施工。 天线转换横架安装顺序是 1. 先分段安装中部的环形横架, 并将环形横架临时支撑在核心桶之上。 2. 顺序安装周边8品平面横架。 塔顶会作为临时天线施工平台。 天线底部约30米段, 从底向上将组件拼装。 与此同时, 会在这段天线外围建造一个临时支撑及工作架。 下一阶段是将天线余下部分为五段。 从最顶段开始, 竹段在塔顶的临时工作架内进行拼装, 然后整段提升。 从广场至整座竹塔连天线和木墙安装完成, 初步估计约需要28个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